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咱们把刚才的这个坐公交车这么一个例子呢 做一个进一步的完善 咱们回应一下 刚才我们做到的是不是就是判断是否能上车 如果有钱了呢 那我就上车了 没钱呢 是不是就不能上车 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呢 需要去判断这个人是否能坐下 那怎么去判断是否能坐下呢 是不是就得看车上是否有空座 如果有空座呢 我们就坐下了 否则呢 是不是就得站着等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想啊 刚才呢 我们是不是实现了一个义服 那这个义服呢 是判断是不是能上车的 那在上车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加上一个义服 判断是不是能坐下 所以那么这里显然 是不是就会用到我们的义服签套了 那接下来啊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块呢 咱们在拍场当中 把我们这个需求呢 尽可能的去完善一下 他们讲讲 现在啊 Money这个变量 是代表是否能上车 是否有钱的这个变量 那么Money判断等等 依这个条件是不是成立 所以将来如果我们右键运行 是不是输出的就是 土豪请上车 也就代表上车这件事 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那接下来同学们想啊 在此基础之上 上车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要加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是干什么的呢 判断啊 是否能比如说坐下 那怎么判断呢 是不是就是判断 有空坐没空坐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啊 同学们来看 咱们之前呢 是不是规划了一个变量 叫SET 那SET这个变量 取之为1呢 就代表有空坐 那我们是不是就输出 坐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否则要是等于0了 那比如说 我们就说没有空坐 那我们就让它站着等 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子要加我们的1辅的位置啊 那我们去给它放上一个if 那是不是还是按照语法 if空格写条件 那咱们这呢 就是SET 比如说等等1 然后打一个冒号 那在这里呢 老师print去输出 输出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是SET等于1了 那是不是就是有空坐的 对不对 那我就说有空坐 然后呢 我们这个有空坐位 然后呢 我们这个坐下了 对不对 坐下了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注意当老师右键去run 咱们来测试一下 这个程序啊 右键转 咱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土豪请上车 代表有钱 是不是已经上车了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又执行到了 SET等等1的判断 条件是不是 SET等等1是成立的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输出 有空坐 且坐下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啊 在这样的条件下 比如说老师呢 再去写一个 里面的if 它应该要有一个else 因为要是没有空坐 我们是不是就得站着 那所以呢 老师在这里啊 再加一个preinter 就说没有空坐 对不对 还没有空坐 这个站着等 对不对 OK 点点点 好 那接下来老师问啊 里面的if 是不是有两种情况 条件成立的情况 和不成立的情况 那老师问啊 如果老师现在右键软 那控制台输出的是什么 哎 非常好 是不是就是money等于1 带入到外层if的条件判断 是不是成立 那条件成立 是不是执行了土豪请上车 那么紧接着呢 执行完了第12行的preinter之后 我们的程序呢 是不是将要自上而下 继续运行 是不是就执行到了 咱们第14行的if set等等1的判断 那因为我们变量set 确实等于1 那这时候 set等等1 这个条件是不是成立了 所以输出的 是不是仍然是条件 set等等1成立之后 要执行代码 那就是有空座坐下了 对不对 那老师问啊 什么时候会输出 没有空座站着等呢 哎 什么时候 是不是就是set等等1 这个条件不成立 那接下来比如说啊 老师把这个set这个变量呢 改值为一个0 那么这个时候 当老师右键软 咱们同学来看一下 土豪请上车 是不是证明我是有钱的 所以我已经上车了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因为上车之后 没有空座位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只能输出的是 没有空座位站着等了呀 对不对 哎 这就OK了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注意了 接下来老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不是现在是有钱没空座 老师要难为难为同学吗 注意了 现在要是有空座 但是没有钱呢 老师问输出什么 哎 非常好 同学们想对了啊 那么现在老师右键去转一下 同学们来看 是不是输出的是 朋友没带钱跟着跑 跑快点 对不对 那就是说啊 如果我们要是没钱的 那是不是就是 money等等依这个条件不成立 那还会进入到外面 money条件判断的这些代码吗 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执行 那么紧跟着 是不是立刻执行到的 就是money等等依这个条件 不成立要执行代码啊 对不对 哎就是没钱跟着跑吧 对不对 哎这是我们的一个 if签套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 注意回到讲义当中来 咱们去做一个复习啊 是不是就是外面一个if 里面一个if 当条件成立 执行接下来 回车换行 带缩进的代码 要是条件不成立呢 是不是咱们那 因为有一个else 是不是就执行了 else的代码了呀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啊 再回顾一下 是不是就是我们if签套 就是一个大的if 里面又包了一个小的衣服 那么这个小的衣服 在书写的时候 同学们要切记注意了 是不是不能顶格写 它是不是要处于 我们外层if 条件成立 带缩进的代码 这一级别关系这里来呀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 if签套这个例子做完啊 同学们还是老规矩 刻下吧 我们这些例子啊 一定要多敲几遍 那老师把咱们的视频呢 稍微暂停一下啊 谢谢大家